來到第十場,三班14米 這場賽事比較混亂一點 我選了輕磅的成理所願 我喜歡換人 史翠鋒一直跑三場,高速1650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追勢 用眼光騎士梁家俊去跑這場馬 如果這場馬預期步速比較快,適合他口上 另外奔雷,奔雷上次用布文 出閘的時候慢了閘 但這場馬我相信應該挺高的 看這次填堂出閘會否更加強 咬前一點,其實是一隻好好的冷門 另外競技勇士,上次出至一場337 這場高水準,繽紛遊戲再向其成那場馬 其實那場賽事的水準挺高的 因為繽紛遊戲再出都是贏的 這次在賽前試了閘,加油了閘之後 契爬12檔比較棘 葉初航潘頓,我想這個組合很少玩 加上他給了一些心愛的馬 有一天葉初航給潘頓的一隻馬 其實成功率很高 所以這兩隻馬都要留意 所以這場賽事選擇成你所願賓雷和經紀勇士 十場跟大家講完了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有時講得快點,是因為我沒有心水 但是我一定要給你三個提示 所以你也有時聽得清楚 有哪些場次我是有心水 還有,有些是叫你不要賭 說真的,但是工作需要 我必須要講完十場給你 不要再說我傻了 如果你說我傻的話,你自己量 你可以看其他人的影片 你可以不看我 你可以自己買 沒有所謂的 那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